画个竹子 先用蓝色的肥笔 画出远处的竹竿 竹节是越往上越长 再用浅色的肥笔 这个橙色的肥笔 来画一个前面的枝干 也是上面的枝干长 越往下枝干越短 肥笔比较硬 所以说我们在画这个竹竿的时候 你看我这样补一下 因为这个节的地方比较粗 因为肥笔比较硬 画不出毛笔那种效果 所以补了一下 画这个小枝 小枝比较细 再一个它都是有点弧线 弧着 弧线 这个弧是像外弧 有时候画这个树的枝 有时候像类乎 这个你看像外弧 整个是像外弧 点上一些这个小叶子 就是类牙 类牙那种感觉 多画点小枝 这是一个 小竹子 所以这个小枝比较多 所以注意这枝密关系 有的地方你看 那个枝非常的密 形成一个枢密的变化 枝条也有长短的变化 再画叶子 叶子主要是用 就是一个两公飞的一个肥笔 用侧面来这样扫着画 它主要是通过快速的 这种运笔 来走出前面宽 后面窄的那种效果 先用蓝色肥笔画 这个竹子 就是蓝色的肥笔画出的竹叶 意思就是远处的 深处的叶子 我们再用这个绿色肥笔 咱们这个绿色和白色都差不多 所以说普通的肥笔 就是这个颜色不太好 绿色肥笔 我稍微走一下 稍微意思就是近处的 再用黄色肥笔再走 黄色肥笔再走 就是说前面的那个叶子 形成一个前后 这种明暗的对比 前面的叶子画的比较亮 后面叶子画的比较重 稍微点一点红颜色的小花 配一下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 谢谢